大家好 很多话友养蝴蝶兰都想要它开花多 那么想要达到这种效果 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保障 也就是给它足够的肥 如果肥不足 那么继续它开花出来也不会多 开花品质也不会高 那么像我这一颗蝴蝶兰 一次长了五条花芽 大家看这里 12345 我给这颗蝴蝶兰施肥 就用两种肥 第一种是在生长期使用的 蓝科中用有机养液 1比1000的比例兑水 每次这个植料干了 再给它浇上 因为这种蓝科中用有机养液 它里面的微生物有益菌 非常丰富 不烧根 又可以给它补足足够的营养 来正常的生长 才能保证这个叶片多 大家看到这里 123456 总共长了6对叶片 非常的漂亮 等到了花芽分化的阶段 就改用磷酸的青甲 因为磷酸的青甲 它的磷元素非常的丰富 是胡提兰 开花必备的一种营养元素 如果说磷元素不足 那么它的花芽分化就会少 长出来的花感也不够粗大 所以进入到生殖生长的阶段 我们可以给它用磷酸的青甲 按照1比1200的比例兑水 给它浇灌这个土壤 每次干透 或者是大概7天左右 给它浇灌一次 同时3到5天 给它喷一喷这个叶片 因为磷酸的青甲 它也是属于一种叶面肥 那么有了这两种肥的保障 加上平时的养护环境 还有光照 还有结合平时 都给它喷喷水 保持空气湿度 那么这个蝴蝶兰 依次能开五感化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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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